大家好,欢迎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中美大师随身厅节目 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20期节目了 如果您想收听我们全本的中美大师随身厅 您可以在YouTube搜索 Connect USA in China这个频道 我们的所有节目都在那里 同时我们也在一路直北微信公众号上 陆续更新我们的部分节目的文本文件 所以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去浏览我们的节目 好的,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讲的是咱们华人学生如何做一些独特的社会实践 来为自己的简历和人生阅历增加一些亮眼的内容 那么在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之前呢 我介绍了几点招生或者招聘的负责人在浏览 大量相似的简历时他们会留意的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读特于其他同学简历上的一些关键词 第二个呢是你的社会活动是你参与的还是你组织的 第三个呢就是你有没有用定量的数字来直接衡量 你在这个活动里面展现出来的能力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里呢 仔细了解这几点的详细说明 那么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让同学们为自己周边的商家或者工艺组织想想办法 提升他们的客流量或者募集更多的捐款 但不管商家也好工艺组织也好 他们的运营呢都是需要遵循商业规律 其实都属于类似的商业运作范畴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在学校里做一些新颖的可持续的 而且有规模有影响力的活动 那么当然了也是需要遵守商业运作的规律 那么我在这里呢 全部都是用中文为大家介绍 上一期中我也提到 如果同学们希望我来帮忙 为你给商家的解决办法提一些建议 那请你用中文版给我提供方案 当然我并不是看不懂英文 而是我希望让咱们华人的孩子们 对中文以及中国更熟悉一些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建议的活动呢 也是有中国相关的内容 是什么呢 我之前啊在节目里面提到 美国的媒体对中国其实是在做妖魔化的宣传的 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同学们的父母也清楚 我以前讲过 我在从墨西哥开车回美国的时候呢 签证官因为我的媒体的身份 而和我闲聊 问了我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 但很吃惊的是 他对中国的印象 与中国实际的情况 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这就说明 在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宣传之下呢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巨大的真相与偏见的对立 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当然我说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说你在这其中可以赚多少钱 当然我也不否认说一定就赚不了钱 但我今天先不说这个事是不是可以赚钱的问题 今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聊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呢 因为人们的目光呀 总是被矛盾和差异所吸引 这个论断呢是一个普世的 比如说我们在看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呢 总是被这个作品中的一个矛盾吸引住 才会坚持看下去 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 就是戏剧冲突是戏剧艺术的核心和灵魂 再比如说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 对比度最高的地方 是我们眼睛最容易感知到的 这也就是矛盾最冲突的地方 其实在我的理解中呀 对矛盾或者说对这个差异的这个追求 主宰了人类的发展史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的差异这两个字 在数学上Delta就是差异的代表 所以我认为Delta完全可以作为一门 独立的社会学科而存在 好了以上对矛盾和差异的一些分析就到这里 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先跑个题 多说几句这个问题呢 因为如果你理解了我要表达这个意思 你就可以以你能找到的很多矛盾为基础 做出很多吸引眼球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商品出来了 比如说我接下来就要给你介绍的这个活动 刚才呀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 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那么我们同学们呀 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一个给大家呈现事实真相的一个系列活动呢 如果当你知道在这个活动上 有人会告诉你你之前一直接受的心理灌输的内容 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时候 你说你会不会对这个活动很有期待呢 不管你是去想改邪归正还是要去炸场子 你是一定想去看看哪里会有什么样的所谓的真相展现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首先我们大致确认了 这呢很可能是一个会被市场接受甚至欢迎的活动 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搞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呢可以很发散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我接下来呢会介绍一个我能想到的一个方案 但在这之前 我建议正在收看或者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先暂停一下 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怎么搞这个活动 这样呢就不至于被我的建议限制了你的奖项力 好的现在暂停开始 好 暂停归来 你想到了什么了吗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我能想到的这个活动的细节 那首先呢 我会征集我周围的美国同学对中国的各种影响 不管好与不好都征集过来 条目越多越好 其实这样做其实很简单 就你找20个同学要求他们每人写10条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那这样你就有200条了吗 这足够做几期节目了 那么假定说你已经征集了一两百条 美国人对中国的有代表性的印象 那么一定有相当的数量 是和你了解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的 请注意我这里只是说他们的印象是和你了解的不一样 并不能说是谁的更接近真实 那我之前节目中曾经介绍过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没有人能掌握一件事的所有真相 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主要是矛盾和差异化的问题 不是研究真相的问题 但当然了你作为华人或者华人的后代 你对中国了解理所应当的是要比美国这些土著 更接近真实的对吧 所以在你的活动上你可以打着真实的旗号 这是没有问题的 OK所以现在呢 你手上就有了一定数量的矛盾的条目 那么你要做的呢 就是在同学们中间组织一个小型或者中型的俱乐部 若可能就在整个学校范围组建这个俱乐部 做什么呢 就是每周固定一个时间 请美国或者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同学 去介绍他们对中国的固有印象 然后你或者其他的华人同学呢 针对他们的偏见来揭示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啊 这一定会带来观念和理念上的对立冲突 所以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吸引眼球 但好在大家都在当面交流 所以彼此的观点沟通要容易一些 而且这样能说服对方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但当然了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刻板印象呢 是最难的 所以你和你的小伙伴们呢 在活动之前要做足够的准备 拿着足够的数据啊 视频啊 资料啊 等等这些证明去到现场 才能说服美国的同学们 那请你啊 一定要坚持每周都做这样的活动 当活动有一点点小的规模之后 你不仅可以邀请周围的同学 你还可以邀请老师啊 社会人士啊 包括本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 慢慢的将这个活动扩展到全校 扩展到同一个城市 不同的学校 扩展到美国更多的城市 以及更多的年龄层去 你也可以将每期活动的总结呢 通过网页公布出来 学生呢 有自己独特的传播渠道和交流方式 所以具体怎么样 才能将这个活动规模扩大 我今天呢 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如果有同学们想和我交流呢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们来一起聊聊 那么当你做了不少期 这样的活动之后 先不说这样的活动 会让你结识多少位 你平常根本没有机会结识的人物 以及给你带来这些人脉呢 会在今后为你创造多少个机遇 单说这样做下来 你就可以在你的简历里呢 为自己增加了内容有多么丰富 那不管是谁 看到了你简历中的介绍 以及你在简历里提供的 这个专题的网页链接 都一定想看一看 你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 有谁不想招来一名 有独立思想 有行动力 有开创精神的人 好了 时间有限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 那其实我还有更多的建议 可以分享给各位同学和家长朋友们 那今后有时间有机会 我会陆续安排在节目中的 那最后说一句 如果您能听到现在呀 说明您对我们的节目是感兴趣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认可的 那我个人呢 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将我们内心中的一些思想 不断提炼之后 分享给大家 我不知道会做到第几期 就会结束 但做这样的节目 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 所以在今天 第20期的时候呢 我正式向我的所有听友 增集一定的赞助 那具体的赞助的这个形式和金额呢 我还没有确定 但您可以通过冠名啊 也可以只是默默无闻的 不断寄个支票给我们啊 都可以 那这我觉得啦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我不指望这个节目发财 但所有长期的坚持呢 确实是需要硬实力的支撑 那如果我的硬实力还不够 我都需要各位好朋友们 你们一起来帮忙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维青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一路直北 我们第21期再见 拜拜